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力量体系实现了革命性的重塑 不过这一切都是强军的必要条件 他还说军队能不能打仗 打胜仗 管理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显然最后一句话更为重要 管理是否到位 攸关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能 缺了这一块 军队无法应对现代化高科技战争 从某种程度上说 大国军事竞争也是战略管理的竞争 取决于谁能够进行更合理的资源分配 以更科学的竞争模式取得战略优势 今年八一前夕的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2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抓住战略管理这个重点 推进军事管理革命 提高军事系统运行的效能 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解放军报8月1日在社论中 再次重申这段讲话 毛泽东说过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由此可以这样理解 战略管理是实现建军100年 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之一 什么是战略管理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是对军队建设发展全局 长远发展方向 目标任务与政策 以及资源配置 做出决策和管理的过程 决定军队高质量的发展 今年3月9日 习近平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 对加强战略管理 提出明确的要求 内容涵盖三个层面 就全军重大发展项目而言 要优化项目论证方式 和立项审批流程 加强重大项目统筹调控 在项目规划计划阶段 要强化权威性和执行力 严格责任体系 时间节点 质量标准 加大评估和监管力度 督促规划任务高效落实 在军事资产方面 要推进全军 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把资产盘活用好 提高管理使用效益 会议结束后 与会的代表强烈感受 一场军事管理革命 已经展开 其实战略管理不是新的提法 胡锦涛主军时期 曾经说过 世界新军事变革 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 和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 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 它的核心就是实行科学管理 决定了军队建设的 整体质量和效益 可以说 习近平推动的军事管理革命 是承接胡锦涛想做 却没有完成的工作 但时空有别 难度更大 胡锦涛面对的是 如何使管理 从适应机械化战争的模式 向信息化战争的模式转变 由美国的例子参考 习近平则不然 他的挑战在于 如何使管理 从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模式 向智能化战争的模式转变 没有先例可循 因为世界先进国家 在人工智能领域 都处于摸索阶段 智能化战争出现端倪 各国的技术有别 却没有隔代之分 此时习近平对战略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是军改生化下的必经之路 然而 要求的内容 本身就是一个摸索过程 并没有成形 因此 军改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 因为检验它的质量和效能 才刚要开始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胡锦涛 主军时期 有一些军改的构想 但大多没有落实 包括 军队管理体制 应该由分散转向集中 他认为 美军信息化建设的管理体制 由分散到集中的经验 很值得研究借进 因为 他取之美军在海湾战争中 军种之间难以互通互联 而曝露出来的深刻教训 经过实战检验 在建立扁平式 网状管理体制方面 胡锦涛非常欣赏 美国国防部 实施高层专师决策 中层负责计划 低层贯彻执行的 三级管理体制 减少管理层级 加强横向联通 分工明确 责任清晰 在战略管理体制方面 胡锦涛提出 需要设立专责的战略规划 试验论证 监察审计 和绩效评估等机构 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 高效运行 然而 这些都诉诸高阁 中国国防科技部门 曾经研究调查指出 本世纪初 也就是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 初期 全军武器装备的建设和管理 注重表面和管理松散的问题 相当严重 最突出的问题是 不重视国防科技的 技术基础建设 它包括军用标准化 国防计量 质量管理 装备科技信息 装备科技成果管理 与知识产权等内容 这些工作 直接影响武器装备质量 和战斗力的形成 而它出现了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 法规制度过时 一些新的武器装备 在技术基础建设中 无法规可依 无规章可循 第二 监督测评与检测 武器装备的设施老旧 远不及实际需要 第三 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 据统计 市总部和各军民种 装备管理机关的 技术基础信息共享率 不足30% 装备科研单位的 信息共享率 不到20% 作战部队 则几乎得不到技术基础信息 这样如何能够建立 体系作战的能力呢 第四 工作机制缺乏强制性 也就是权威性和执行力不够 导致军方对武器装备 采购的质量监督 缺乏明确的依据 除此 技术基础工作 还没有完全纳入 武器装备科研的管理程序 以及装备全寿命 各阶段的工作考核 和检查指标体系 说明武器装备的质量问题不小 第五 专业队伍严重不足 技术基础工作 枯燥而严谨 流动性大 人员数值处于低水平的循环状态 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 系统性的业务培训 难怪工作流于表面 管理松散 不是不为 而是想做也做不了 这不是哪个人造成的 而是长久来的制度苛就 畸形难改 形成惯性与惰性 也许听众朋友会问 1960年 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援助 一系间 撤走在华的全部国防科技专家 带走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数据 而中国 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 六年内突破两弹技术 也就是原子弹和导弹 并且达到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如果没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 如何办到呢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中国突破两弹技术 是在特有的时空背景下 以特事特办的原则完成的 1950年代中期 由于受到美国核威胁 中国高层决定发展原子弹和导弹 作为国防尖端科技的重点项目 以打破美国的核威胁与核垄断 攸关中国的生死传亡 在苏联的援助下 两弹技术原本按进度开展 不料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停止所有援助 中国只好自救 独立发展两弹技术 由于两弹技术高度复杂 需要全国大力协作 才有可能推进 因此 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 简称中央专委 由周恩来亲自挂帅 集中全国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保证两弹研制的需要 并且以发展导弹为优先 在此之前 中国已经成立导弹管理局 也就是国防部第五局 后来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由前学生担任院长 从全国调来一百多位专家 拥有初步的研究队伍 而且可以用苏联留下的P-2导弹 作为基础进行改造 起步较快 进而研制出东风二型 中进程地对地弹道导弹 1964年6月 试飞成功 经过多次发射试验 最后命名为东风2A导弹 1964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 罗布伯试爆成功 说明两弹同步发展 也几乎同时试验成功 而真正达到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是在1966年10月 由东风2A导弹 携带12000吨当量的原子弹弹头 从九泉发射 击中在新疆 罗布伯设定的目标 这次试验成功 标志中国从此 具备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中国在六年内 自行完成两弹技术 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安排 发展卫星与核潜艇 也是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完成 不是在一般常态下进行的 武器装备的建设和管理 一旦进入常态发展 力量分散 资源重复 专业门类不全 以及之前提到的注重表面 和管理松散的问题 就会逐一浮现出来 这也就是中国的武器装备 在总体上 与美国存有相当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2019年12月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三东舰正式服役 它根据什么技术基础 进行研制和管理 以什么标准级别 实施质量监督与验收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从一些权威资料显示 中国对航母的预先研究 大量引用美军1994年版 舰船通用规范 和美国国防部标准化文件分类目录 等有关的技术数据 开展航母标准的分析研究 并且对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型号 提出标准监督的方法 与修正措施 由此 组编了50多项 国家军用标准 和船舶行业标准 然而这些标准可能已经过时 而中国近年推出多种新型主战装备 又根据什么技术基础标准 研制和验收的呢 难道胡锦涛面对的战略管理问题 在习近平手上都解决了吗 至今没有权威性的报告可以佐证 这可能要在多起意外事件 或军事冲突发生后 才能揭晓 而这 才是真正考验中国军力的时刻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 齐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